人生在世,谁不希望自己有福气呢? 毕竟有福气的人,遇事总能很快地解决,人生平坦顺心。 没有福气的人这一辈子,要遭更多的苦难,命途多舛。 要知道,福气并不是天生就有的,也不是别人随便说两句话就能给你带来的, 而是自己修来的,俗话说,有福之人,天命之相。 一个人有没有福气,从这三个地方就能看出来。 这里是山海国学,订阅我,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欲试沉着冷静。 在《道德经》中,有一句经典的名言,众为清根,敬为造军。 清则失根,造则失君,这句话深刻地传达了保持冷静和内心平静的重要性。 生活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各种挑战和困难, 而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往往取决于我们是否能保持沉着冷静。 在生活中,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我们的能力和技能,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状态。 强大的内心可以使我们在困难和压力面前保持冷静,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相反,如果我们过于焦虑和焦躁, 很容易迷失方向,做出错误的决策, 有些人在面对一点点困难或挫折时, 就会感到不安和焦虑。 然而,这些小事情并不应该让我们失去冷静, 一个人的内在强大不是指他有多么出色的能力。 而是他能够应对多大的挑战和麻烦真正的高手, 往往在困难面前能保持坚定,不改变面色。 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人物展现了冷静和智慧的力量, 其中,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他第一次北伐时遭遇了困境, 因为他的部下马素失误不得不撤退, 而此时,敌人司马懿紧追不舍,情势危急。 然而,诸葛亮并没有惊慌失措, 他独自一人坐镇城楼。 以冷静和智慧,下退了曹军, 最终成功运用了著名的空城计。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真正的高手在最困难的时刻也能保持冷静,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诸葛亮的内心强大使他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正如哲学家于丹所言, 一个人的自信心来自于内心的淡定与坦然, 冷静和淡定不仅仅是应对困难的一种策略, 更是一种内在修养和智慧, 只有在内心平静的状态下, 我们才能更好的思考和行动, 抓住机遇,克服挑战, 稳定是一种修养。 一种智慧在面临困难和危险时, 能够保持冷静和沉着的人, 通常能够更好地应对局势, 并抓住难得的机遇, 取得非凡的成就, 预示沉着冷静是一种重要的品质, 它有助于我们在生活中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困难,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个人生活中, 保持冷静和内心强大都市取得成功的关键, 通过深刻理解, 《道德经》中的教导, 以及历史上杰出人物的经验, 我们可以更好地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内心力量, 使自己在面对生活的起伏时保持坚定, 取得卓越成就, 做人宽广豁达 莎士比亚曾经言道, 宽容就像天上细雨滋润着大地, 他赐福于宽容人, 也赐福于被宽容者, 这句话深刻地反映了宽容的力量和智慧,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常常会遇到挫折, 冲突和不如意的事情, 而如何处理这些情况, 往往决定了我们的幸福和成功, 本文将探讨做人宽广豁达的重要性, 以及宽容所带来的益处, 人生最难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常常渴望某些事情, 但最终却不能如愿以偿, 这是一个普遍的人生常态, 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中遭遇,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接受这个现实, 并在面对挫折时保持平静和宽容, 大多数人都难以完全做到, 将一切都放下, 当受到委屈或伤害时, 我们的本能反应是想要争辩或回击, 然而, 真正的高手并不是那些与人争吵或报复的人, 而是那些能够容忍别人的人, 能够忍受短时的不快, 以换取长期的和谐和幸福, 宽容的人往往是聪明的人, 因为他们懂得审视度势和知道何时进退, 他们的胸怀宽广, 使他们不会被无意义的争吵和纠纷所困扰, 从而节省了时间和精力, 而且不容易受到伤害, 在中国历史上, 北宋的李航是一个宽容的典范, 尽管他担任丞相的高位, 但他仍然谦逊待人, 非常有涵养, 有一次, 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年轻气盛的书生, 对方开始羞辱他, 但李航没有生气, 而是耐心地听他说完, 这种宽容和从容不迫的态度, 让书生感到羞怒, 最终自行停止了辱骂, 这个故事生动地展示了宽容的力量和智慧, 红义法师曾经说过, 人之棒我也, 与其能变, 不如能容, 人之武我也, 与其能防, 不如能化, 这句话强调了宽容的重要性, 宽容不仅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争吵和冲突, 还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带来好运和基福, 宽容不仅有助于我们处理人际关系, 还有许多其他益处, 首先, 它有助于降低压力和焦虑, 当我们能够宽容地看待他人的行为时, 我们不会陷入不必要的紧张和矛盾之中, 从而保持心情愉快和平静, 在家庭, 工作场所和社交圈中, 宽容的态度有助于减少冲突和摩擦, 促进友好关系的建立, 这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环境, 提高整体幸福感, 最后, 宽容还有助于个人成长, 通过学会宽容他人, 我们也可以更容易地宽容自己, 接受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这种自我宽容有助于提高自尊心和自信, 促进个人成长和发展, 做人宽广获达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宽容不仅有助于处理人际关系, 还有许多其他益处, 包括降低压力, 促进和谐和促进个人成长, 通过学会宽容, 我们可以更加平静地面对人生的挫折和不如意, 从而过上更加幸福和满足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宽容不仅赐服于宽容的人, 还赐服于被宽容者创造出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和世界, 内心存善念, 伯特兰, 罗素曾经这样说过, 在一切道德品质之中, 善良的本性在世界上是最需要的, 这句话深刻地反映了内心存善念的重要性, 无论我们走到人生的哪个阶段, 无论遭遇到多少挑战和诱惑, 内心的善念都是我们应该珍惜和培养的品质, 每个人内心都存在着两种人性, 这两种人性代表着善与恶的选择, 我们有能力选择去做好事, 也有能力选择去做坏事在生活中, 我们每天都要面对这些选择, 是坚持内心的善念, 还是放纵恶念, 这取决于我们自己, 我们的行为和选择塑造了我们是怎样的人, 如果我们选择行善, 那么我们将成为善良、仁慈的人, 而如果我们选择走上邪路, 追随恶念, 那么我们将沦为自私、冷酷的人, 因此, 内心的善念和恶念决定了我们的品格和行为, 在人生中, 一切都离不开因果关系,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是一个普遍的道德法则, 当我们选择内心的善念并付诸实践时, 我们将散播善良的种子, 这些种子最终会回报给我们, 带来幸福和满足感, 相反, 如果我们选择恶念, 那么我们将收获不幸和后悔, 善良的道路可能在短期内会带来困难和痛苦, 因为我们可能会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或者面对挑战, 但从长远来看, 做好事最终会带来福祉, 内心的善念不仅让我们感到自豪和幸福, 还为我们积累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声誉, 善良不仅仅是一种品质, 它也是一种选择, 一种道德境界, 当我们选择内心的善念时, 我们选择了一个更高尚的生活道路, 善良意味着关心他人,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宽容和谦虚, 这种选择不仅改善了我们自己的生活, 还改善了周围人的生活, 善待他人不仅会让别人变得更温暖和愉快, 也会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友善和充实, 当我们内心充满善意时, 我们不会沉溺于怨恨, 嫉妒或仇恨, 相反, 我们会散发出积极的能量, 吸引到更多积极的人和事情, 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 都有一份渴望善良的愿望, 内心存善念是一种伟大的品质, 它让我们与他人建立亲密的联系, 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并为我们自己的幸福和满足感奠定基础, 内心存善念是一项持久的努力, 但它是值得追求的, 它不仅能够塑造我们的品格, 还能够影响我们的行为和生活质量, 在每一天的选择中, 让我们铭记罗素的智慧之言, 选择内心的善念, 将善良和仁爱传播给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世界, 这将使我们变得更伟大, 也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幸福和满足。